王力宏首度为手表代言 现场他也展现情谊 重现改编版的博雅与贤亲 而身为金曲奖大热门的王力宏 对于再次与周杰伦对决 引发两方粉丝互主心切 他也展现平常心 我不能说有任何的把握 因为自己心里面就是百分之一万的诚意在做 所有的音乐 我自己所有的突破 有很多很多东西是我自己觉得很棒很酷很炫 那不见得会被放大 可是没关系我觉得年年入位金曲奖 这是我真正的梦想吧 所以今年也没有让大家失望很开心 谈及入位金曲新人奖的颜角 放话得奖要吻自己 王力宏轻松看待 还大力推荐颜角的音乐 他好像说老鸡啊 这次创作真的比上一张更好 所以太好了 我很看好他 他在等头的话 你会接受他的吻吗 今天记者会还是以声科威尼 所以你会不跟他来的 对 不好意思接受他的吻 对 对 谢谢谢谢谢谢 对 多收一起啊 他没有我们再问一下 谢谢谢谢 我们刚刚已经那个 这个小鸡也会后一声 这是 呃 我给我们听信 对对对 不好意思谢谢谢谢 那也应该有讲 对 那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金曲讲话题 意外引发厂商不悦 也让王力宏只好终止访问 留下错愕的媒体 有点兴趣的